观众朋友晚安 来关心天气 过去几天在台湾附近活动的低压带 是终于向西来远离了 结束了长达一周的影响 那么太平洋高压势力 现在也逐渐来到了台湾附近 整体的天气状况是有稍微稳定一些 周末假期开始 太平洋高压势力是较为增强的 虽然台湾人是位在高压边缘的东南风环境 但是午后下起雷雨的状况 就会比较减少了 高压增强同样也带来高温炎热的气温 各地的高温普遍都达到了34、35度 周末假日有些要提前来庆祝父亲节 全家大小会到户外去走走 那么记得要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了 天气虽然是转为晴朗炎热 但是中午过后要记得 在西半部的山区以及近山区的平地 还是会有热对流发展 带来雷震雨的一个机会 整体的降雨状况是减少的 那么降雨的区域也比较往山区来缩小 不过如果您是要去露营或是到西边去 或是从事登山活动的话 还是要务必留意天气的变化了 好 高压接近带来了比较稳定的天气 那么相对的白天的气温就会容易升高 不过太平洋高压势力是不像大暑节气的时候那么的强 比较没有出现极关高温 但是在中午到下午这个时段 不少地区还是都飙到了34到36度 今天的最高温是在花莲 在下午一点的时候 花莲的灼溪又来到了37.8度 那么台北内湖在下午2点也出现了37.7度 至于在新北市板桥也有37.5度的高温 气象局也针对了10个县市 包括双北还有南高平以及宜花东地区 都发布了高温资讯 明天也是一样 出门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 好 来看到降雨预报的部分 水气虽然减少了 但是下半天的天气状况是比较不稳定的 午后的雨区主要可以看到集中在各地的山区 在中南部还有大台北地区 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震雨 尤其看到在中部以南来说 这个对流发展比较旺盛 就会容易下起局部大雨 那么看到入夜之后呢 雨势就明显趋缓了 只有在这个南部的恒春地区 有一些零星的雨势 而周末呢 如果是要往中南部的山区来出游 要多加来防范这个午后天气的剧烈变化 要记得携带雨具并且小心路况 好 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如何呢 先来看到基本上周末这两天都是稳定而炎热的天气形态 各地高温普遍都达到了34 35度 那么大台北地区还有花冬都可能来到37度的高温 唯独在中午过后呢 在中南部的山区是容易有雷震雨发生的 好 不过到了下周一 父亲节的当天 南方的热带扰动外围的水汽影响 导致于在花冬还有屏东恒春是容易有雨的 降雨也转为明显 那么西半部午后的震雨范围也会扩大 一直到下周四周五 这个高压再度的增强 天气呢才会回稳来转勤 所以要告诉您的是 目前南方的海面是有热带扰动的 可能会在下周形成台风 最快有可能是会在下周一来形成台风的 不过研判直接威胁到台湾的机会不高 但是如果这个台风的范围够大的话 他们外围的水汽还是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台湾的天气 而这也是下周天气要观察的重点 也请您持续来锁定我们的天气预报 接下来带您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是北部地区来看到 大台北地区高温还可能飙到36度 要注意防晒避免中暑 低温是26到28度 中部地区来说也是晴朗炎热 高温可以来到34 35度 低温是25到27度 但是要留意容易可能也会有雷震雨出现 至于在南部地区 在屏东高温来到了35度 那么低温是26到29度 但是午后在近山区的平地 或者是到山区活动 要留意有雷震雨发生 至于东部地区来说 高温也是32到34度 低温是26度 不过云量有比较多 看起来是没有极端高温出现 外岛地区高温是32到33度 那么低温是27度 最后的气象小丁 两件事情要来提醒大家了 这两天来说高压势力接近 那么因此白天都是高温炎热的 可能会到36 37度 外出要记得防晒工作做好 避免来中暑 而在中南部山区来说 还是会有午后雷震雨发生 因此要提醒您 如果是往山区来活动的话 务必要记得攜带雨具 同时要准备好雨备的方案 以上是这一节的中视气象 我是林佩杰 国王回来请您持续锁定 中视新闻